最近地震频传 几乎每几天就有地震 尤其是4月18号发生在花莲受风乡的规模6.2地震 连台北都感受到它的威力 台湾过去每30到40年 就会发生一次灾害型的地震 而今天要带您特别注意的是 梅山断层 梅山分别在1792还有1906年 发生过两次大地震 两个地震相隔114年 而且都是规模期以上的地震 今年距离上一次1906年的梅山地震 已经届满115周年 是否有百年在线周期开始进入警戒 学者跟相关单位都在密切关注 梅山地震的发展 梅山断层早期叫梅子坑断层 经济部中央地职调查所 花了大概30年的时间 透过不同的调查确定梅山活动断层的长度 并划定它的地质敏感区范围 最宽的部分就有300公尺 而梅山断层经过的中正大学 除了创校之初成立了全国唯一的地震研究所 最近地球环科系的老师 又在云林谷坑到嘉义逐旗之间的路山带 摆了密集的地震仪 用来收集地震的资料 并找出地震可能活动的模式 以了解运震带到底在哪里 好做地震防灾减灾的准备 一起來看独立特派原记者李琼岳 原宏輸了報導 就只有这两个垫 广乎几乎倒了将近百分之八十 而且那时候受伤最多的人口比例 是以女生为最多 因为当时候都要绑小脚 所以女生都找不到出来 今年第一百十分会 他会不会有可能 与其针对百年周期这个名词的话 不如我相信说在三四十年内 我们都有机会遇到一次灾害型地震 如果再度发生 那断层在发生破裂的时候 会影响这西南地区 很重要的一条断层 那我们现在是走的第一步来看看 这个先把断层找出来在哪里 断层什么地方它在动 什么地方它不动 这些不动的地方 将来它就是可能会发动 那我们就可以估计 它可能会造成多大的地震 关上车门中正大学地球环科系的教授 带着学生助理一行十人 往嘉义梅山乡的方向开 今天的任务是要到梅山乡安静 到一带 布设更密集的地震观测仪器 今天我们就是想要布完这些的站 那这个间距大概就是一百公尺左右 这三点大概是一条路可以走过去 那另外一组的人马就是要走这一条路 所以就沿着这一条路上去 然后再往上面走 那这边要布三个点 然后最后一组就是要走这个古道上去 从这个古道这边上去 然后布到那边山上去 运阵带观测计划 由六位中正大学地球环科系的老师参与 从云林谷坑到嘉义竹齐的路山带 摆了96部地震观测仪器 平均一公里放一步 今天要增加八个新站 分配好路线后 兵分三路 我们跟其中一组上较高海拔的安静古道 这一块 这一块的话应该会比较比较平坦 离较比较远 因为路走不过去了 这边土可以 这边就是最靠近的 我要先记经纬度 靠近776 误差 好像是直接可以插到满下面的 对 因为它主要是 它这边水平也要保持住 对 然后也要对正北 正北有了 这个是一个变息式的这个地震椅 然后它本身呢 还有GPS可以去教室跟定位 重要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大概会埋泥土 最深大概20公分 因为它主要是它还要接收到那个GPS的讯号 GPS的讯号它接收到之后 可以提供定位 还有那个卫星时间 现在我们是站在一个大尖山出口的上盘 最靠近就是大尖山出口 然后在上面那山上 当然还有很多的断层 那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过去 曾经有对一个短时间的观测 就发觉这边有些很小很小的地震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把它做一个加密 把这个网加密 想要看这个很小的地震 它到底在哪边出来的 它可能是断层的滑动 也可能是地层上面的滑动 也有可能只是照讯 那我们就要靠很密集的点来判别 它到底是什么讯号 所以如果我们呢 步到将来要破的那一点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找到一个地震的前照 科学家就认为这种非常小的信号 可能有很大的意义 那它在红灯在闪到绿灯之间 它是在做GPS的搜寻 那亮绿灯应该就是OK的 把仪器买好之后还要做记号 方便下一次可以找得到 新增加了八个点 预计观测四十天左右 每一个地震站的间距大概就是一百公尺 那一百公尺我们先抓到 看他能不能抓得到 然后这是今年才出来的一篇文章 这是日本的一个教授 Kato跟美国南加大一个教授 他们和写的一个文章 他说大地震要发生之前 还有其实有三部曲 第一部曲就是 你会看到很多的地震是散乱的 然后再开始地震会慢慢集中在一个 一个某一个像现行在 集中在震源附近里面重复的出现 不断的出现 然后最后的 然后从这一点开始破裂出去 然后导致一个大地震的发生 去把它的活动模式 去把它找出来 进而我们可以去知道说 它的那个运震 在真正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就可以对未来的这些地震的防灾 可以做出一些评估 这张图是九十六部地震观测 仪器放置的位置 观测的范围就在靠梅山 九穹坑 古坑 大尖山处口 彰化等活动断层一带 中正大学在这个位置 梅山断层就从中正大学穿过 这个地方就是梅山断层在中正大学经过的位置 中正大学就委托光源院能知主守在这个地方做了详细的调查 还有更重要的 它在学校里面 它是把那个挖沟 就挖了那个潮沟 在学校整个规划 它就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你把各位在我这边旁边所看到的这个地方 全部都当成进建区域 全部都不盖建筑物 我们学校所有的建筑物都移到那个左边的那个山坡上面去 那第二个就是把所有的学校的建筑物 它的耐震系数都提高到最少的都是在0.4以上 第三个创立了国内第一所的地震研究所 它能够来让我们能够来就近研究 断层在发生破裂的时候 会影响这西南地区很重要的一条断层 从过去文献的记录 嘉义地区历年发生过好几次灾害型地震 包括1792年 1906年 1941 1964 至于1999年的积极地震 几乎全台湾都受到影响 美山地震今年届满115年 是否会重演百年周期活动 发生规模较大的地震也引起关切 大概平均间隔个30年到40年 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的灾害地震 就死亡超过百人以上 美山地震最近大家比较关心 是1906年的发生 那我们再往回推 1792年 所以再把1906年把它加上去 最近就快到了 所以说大家对这比较敏感 1906年的美山地震 到底灾情有多严重 怎么找出美山断层呢 下这一张图是Omori 也就是大生防击 他在1906年来台湾 进行美山断层的地表 剥裂所做的检图 像当初Omori 他们来调查的时候 留下很多照片 大部分都是灾情的 但是有少部分是像这样子 他有把地表剥裂拍进来 然后背后有一些山形 我们美山这边的山的话 我们实际上现在到现地的话 还是可以看得到 只可惜说现在檳榔种很多 往往会受到建物的影响 美山断层以前叫梅子坑断层 全场有十几公里到五十公里之说 照片是断层通过的三美庄 地调所在当地钻了三口井 想找断层通过的证明 要钻这一口井 我们也等了将近一二十年 因为地主不愿意让我们钻 后来是换了地主 这一口井的确钻了 就看到断层 我们就可以确认说 这个图那个照片显现的位置是正确的 今年三月中旬 我们特别来到三美庄 找到了地主叶金芳 他的父亲曾经经历过梅山地震 其中一口井就钻在他们家的土地上 第二天我们继续跟着中正大学的老师来到梅山地震的镇阳中心 这里留下梅山断层错动过的痕迹 王维豪的硕士论文就跟梅山断层有关 这边的地层跟下面地层我们可以看到截然的不一样 下面就是一些河道冲击的这些历史层在这边 那这是这股河道的东西 然后上面就比较净水 净水期的这些比较泥石的东西 经过了这边的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边界就跑到上面去了 河道的这些历史层就跑到上面去了 都被它切穿了 所以它就可能是跟梅山断层的一次活动是有关系的 当时的灾害就从东部的梅山开始 当时的梅山可以讲说是没有一间是站的房屋 再来过来就是民雄 民雄那时候也是一个 那时候叫做打猫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聚落 那打猫的损失也非常严重 将近百分之四十的损伤 这个算是非常明确的证据 所以说它在那个民雄火车 站的南边 当时记录就是铁国有遭到错动 再延伸到西边的话是 就是到新港这边 那再往南边的话是嘉义寺 嘉义寺那时候也是一个损害非常严重 在嘉义的公园有一块地震纪念碑 就1906年 就是那个地震纪念碑 这是刊登在台湾日志新报 眉山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区域 新港奉天宫一带灾情更是重中之重 房子几乎倒了八成 新港就流传这个 俗语说二月二三大地冬 都做第四四百人 大家稍稍要刷江 共和台人说不通 就是说以前这样的一个俗语 其实新港非常的严重 算是奉天宫最严重的一次 之后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老照片里面 就剩下一个月洞门 我后面的身后的这个月洞门 跟我们的正殿 之后整个奉天宫才在1908年 正式的开始成立重修的委员会 之后开始来做这个募款之后 整个的活动这样 总共募了三年 这三年的时间 总共募款了三万多元 当时的三万多元非常的大 现在一个老师一个月的薪水 只有十二个元 地震之后 奉天宫整整花了十一年的时间 才完成重建 还从福建请来脚趾桃的师傅 参与修庙 也因此把脚趾桃艺术留在新港 让新港成为脚趾桃的故乡 如果你在看到建庙的时候 不是新港的师傅 就是来新港买那个材料 那这是日本到台湾以后 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灾害地震 所以当时的话 他们就建立很好的救灾制度 一发生地震知道人不够 就从台北从台南 调了各医护人员去 家医院那时候已经受损了 所以只能开野战医院 在外面这边就有药剂室 开刀房各项的 就是这一次地震的时候 也是一个对民众接受西医 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点 根据当时调查 嘉义厅跟盐水港厅 总共设了55间的避难所 收容灾民多达47,130人 当时的最大的报社 就台湾日日新报 那也出一版所谓的地震的 类似一个照片集 那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 然后在相关的 梅山地震的灾害调查报告 也附了蛮多的这方面的照片 都是这很不容易都留下 一些珍贵的资料 让我们重新去探讨它 台湾过去的大地震 都跟活动断层错动有关 根据经济部地调所调查 全台湾有33条活动断层 有19条活动断层 已经公告它的地质敏感区范围 包括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大地震 有梅山 吃潭 屯子角 新化 车隆浦 米伦 断层等 光是梅山断层要画它的敏感区 就花了30年的时间才完成 实际上如果从民国80几年 开始调查的话 到现在也30几年了 真的很久 像这个黄色的带众的区域 就是我们画的敏感区的范围 敏感区大概是快300公尺 比较能够提供民众一个清楚的资讯 就是说在这里头你就应该受到法规的限制 然后你也希望你这些开发的人 能够主动提出调查 至于敏感区的确是我们认为 可能异受影响范围 但异受影响范围不见得 真的是災害最大的地方 你可能还有其他很多因素 921地震之前 那时候一些台湾做地震的学的全辈 他们觉得台湾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地震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他们建议政府埋设了很多重要的地震监测仪 921它刚好在这个时候 它发挥了最大的功效 来观测一条大段层 它发生的时候破坏的时候 它会对附近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 江南地区是属于强震区 平均30到50年就有一次灾害型地震 煤扇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115年 是否会重演百年周期再限期 不止地球科学界正在密切观测 国人更需要提高防震意识 做好防震准备 根据中央地调所的公告 全台湾有33条活动断层 目前有19条的活动断层 已经完成了地质敏感区范围的测定 让民众可以充分了解 至于大地震是否真有百年再限的周期 在地震研究上没有定论 也没有哪一个单位可以百分之百说得准 只是地震不来则已 一旦发生 我们得问自己准备好了吗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稍后一个人初心再次看到 二路走 一路走 三路走